位于基隆外木山海岸的协设发电厂三根烟囱相当醒目 台电方面决定将这座全台仅存的燃油发电厂改为天然气发电 以降低空气污染 因此计划在外海新建第四天然气接收站 不过这项计划因为对海洋环境及生态冲击过大 不但三度在环平出省卡关 民众也不认同 我实际上是不太赞同 因为如果这的确是为了经济发展 只是因为平时这里就 我们习惯都在这里游泳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港湾对我们来说 只是真的要改的话我也没办法说什么 我个人希望是不要 看就是远一点 它那个街的地方可以改到稍微远一点 所以你说他们改远一点 不要在这边 对此金融市长牛昌也再次重申 对台电的五项要求 希望在人员转型的同时 也能降低对环境生态的冲击 并保障渔民的生存权益 我们金融的协议发电厂过去是一个重油的发电厂 然后造成的污染也比较大 那现在要转型为这个天然气的发电厂 当然我们是乐观其成 那现在正在进行这个环平的一个程序 那我相信因为环平的程序 以及环平的会议是一个法定的一个制度 那我们尊重制度 那也相信这个专业 那不过我在之前 我一直对协议发电厂的这个转型 有几点对台电的一个要求 也就是说第一点 我们要求采用最严谨 最严格的一个标准 还有程序 来进行本案的一个审查 那另外就是我们要求要让更多的一个专家 来这个参与会议并且充分的一个讨论 第三就是台电要跟我们当地的一个居民 以及民意的代表 民众充分的说明跟沟通 那此外就是要保障外幕山 渔民的一个生计 那最后就是要确保 基隆港航运的一个安全 牛肠呼吁台电方面 应该努力让各种意见都能充分表达 理性讨论凝聚共事 做出合适的决定 以避免形成生态渔业及人员转型山苏的局面 记者张旗腾金融报道